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一个干爽 跟我衣服是一样的颜色呢 便宜 真的是超级便宜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OMG 这个光泽 这个 每一支都不超过一百块 甚至五十块就买得到的价钱 然后质量还这么好 Hello 我是阿丽子 今天呢是要跟大家一起用我手边有的彩妆 新品以及新工具完成我今天的妆容 那大家看封面或者是标题 应该就知道说今天有什么厉害的产品 以及值得大家期待一下的彩妆品了 那我也非常感谢大家 喜欢我这个GET READY WITH ME的单元 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 啊 一直都化妆 大家会不会看得很腻 结果没有想到回馈很好 让我觉得很开心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影片开始提醒大家 如果想要看到我更多的 及时美妆生活动态穿搭 或者是直播分享的话 欢迎去追踪一下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哦 好 我现在已经回到我素颜的状态了 我只能说 从小流球回来之后 我的皮肤状态就非常的糟 不管是晒黑 还是长粉刺痘痘等等的 就都在小流球回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我肤色不均很明显 对不对 额头晒超黑 有白回来一点点了 我很开心 但是呢 也因为这样啊 可能是因为太长时间晒太阳吧 这边有额头有很多内包粉刺 在小流球的第几天吧 第二天第三天就有冒出来了 虽然这边应该也是因为季节变化啊 然后气候的关系不稳定 戴口罩 超多痘痘粉刺 都集中在我的下半脸 所以就是我的最近皮肤状态真的是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上粉底嘛 那上一支影片有跟大家分享 雅诗兰黛的粉质酒气垫嘛 那这一次呢 就是要用他们的这个明星商品 雅诗兰黛粉质酒完美持妆粉底来上妆 那之前我在限动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说我用这个1c1的色号 结果我发现因为1c1偏粉 它太白了 我有晒黑的肌肤对不对 它真的是 有没有看到 它整个色调偏白太多了 所以我就又用了一个叫1n2的颜色 它比较偏黄色 比较暖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1n2现在比较适合我用 那因为我去小流琼这几天 三天啊我都带这盆粉底 我跟你们说哦 我用广口瓶用到生气耶 一方面是你倒粉底的方式 太麻烦了 再来就是你会有那个 干净不干净的疑虑 因为它都是处于广口瓶的状态 所以你手上可能没有很干净又重复的沾取的时候 会很容易造成里面的粉底就不是那么的干净 嗯 心理作用吗? 加上我出去玩 你不可能有那种好好时间在那边慢慢化妆或干嘛的 一定就是很快 所以呢我真的受不了 我立刻就是去买了这个暗压头 我真的觉得大家一定要去买 虽然这个暗压头真的很贵 一个要150块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把另外一个暗压头直接装上去 我真的是受够了就是一直在那边 哦到广口瓶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直接去亚斯兰黛的柜上去买这个暗压头 我真的觉得会帮助这个粉底液取用上面更加的顺利 那它这样子的那个暗压头也是可以有那个卡榫的 就是比较安全的卡榫 你看哦 这样子试出粉底啊 你就可以很精准的控制那个用量 我就不会不小心倒太多或者是取太少等等的 那今天呢要搭配使用的美妆蛋就是Spicy Charcoal的美妆蛋 我真的很喜欢 那这一颗的形状呢又是比较不一样 它有两个平面 然后呢一个圆弧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针对自己喜欢的上妆方式去选用想要的切面 那我现在呢就先拉圆上这半边里 我觉得粉持久的粉底啊虽然是蛮好用 但是它整体来说比较偏厚一点点 所以如果喜欢比较厚一点粉底的人这个可以用 就是它的妆感会稍微的明显了一些 好就把它拍开 那提醒大家因为我自己是混合偏干肌嘛 所以在使用这个粉底的时候一定要搭配湿润的美妆蛋哦 切记一定要湿润的美妆蛋 因为我用这个粉底啊曾经就有大好大坏 那大好的时候可能就是让皮肤整个就是很漂亮 可是大坏的时候就是皮肤干到爆炸 所以呢这个如果是混干肌或者是偏干肌要用的人 一定要用湿美妆蛋上妆 不要用手推不要用刷具就用湿的美妆蛋 好你看这个色号是不是比较适合我 哦这边脸无瑕了起来呢 它的遮瑕力很高 刚刚在我拍的过程中大家有没有发现 然后仔细看一下这边就是一个无瑕肌肤的感觉 然后这边就是瑕疵痘痘不得不均 额头也是很明显对不对 这边有遮一层 然后这边就是还是黄黄黑黑的 我们拉进来看一下 这边痘痘哦已经遮了五六成了 那我就是再叠一点点 我今天就没有想要用遮瑕 我就是单纯的只想要靠这个粉底来看它的遮瑕力 哦你看 再堆一堆 再叠一层之后就可以发现说 它的遮盖力有到八九成了 所以呢如果是想要找一个高遮瑕高持久力的粉底的话 粉持久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它热卖这么多年的原因 但是它的粉感真的是会稍微明显一点点 你就会感觉到说你有上过一层粉底 刚刚我真的是少少的用而已哦 是不是 整个就无瑕感很明显啦 但你看 我还是跟脖子有色差 好我们拉进来上另外一半边 用了按压头之后啊 真的是用量比较好控制 你看它的遮瑕力 很好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的肌肤像我现在瑕疵比较多 或者是你是想要整个让肌肤的色调更匀秤的话 真的可以用这一个 粉持久我觉得这一点是蛮不错的 然后呢像我这里我 额头发际线这里我一定要上到 因为我这里整个大晒商大晒黑 就是如果这里不压上去的话哦 这里就会有很明显的色差 超级明显的色块差 但黑眼圈这边不要上太多 眼周就是细纹比较多的地方不要上太多 因为它的毕竟它的粉感会稍微的重了一点点 所以呢 这边就是少量轻拍过就好了 但整个脸有没有很无瑕 不要看我脖子的色差 整体的肌肤质感是不是好很多 跟我刚刚的肤色不均匀 然后瑕疵来说 现在是不是完整非常多 这个亚绍兰带的粉持久呢 我是蛮推荐就是接下来气候使用的啦 而且它就是走一个全霧面的底妆 很适合夏天用 那我现在啊有一点点微黏 因为毕竟它还是粉底液液状的嘛 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一个干爽 没有到那种程度 它还是有一点点微黏 所以呢 我还是会建议铺上一层蜜粉 那我今天要用的蜜粉是1028的 这个紫色的蜜粉 因为我大多示范都是示范那个透明的 所以我今天呢 就想来示范这个紫色的蜜粉 跟我衣服是一样的颜色呢 好 我们就把它倒出来 这件事情也让我很恼人 东西很好用 可是包装设计没有很好 然后我会稍微整脸少量的扫过去 就是不用太厚的bake 我就少量的扫过去 这个用法呢 是只有在就是日常这样子用 我去小琉球的时候 我是直接把粉倒出来之后 用美妆蛋压上去拍上去的bake方式 所以呢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要去的地方 跟有可能会让你肌肤流汗 或者是持妆力有影响的状态下 去改变上妆方式 而且紫色这个蜜粉呢 它好处就是它会让整个脸提亮 所以如果你肌肤是比较偏暗黄 你想要改善这样子的问题的话 真的可以试试看这个紫色的蜜粉 那如果你不喜欢粉状的质地 你也可以选择它们的蜜粉饼 我觉得也是不错使用 而且便宜 真的是超级便宜 我前阵子才去虾皮直播嘛 就是整单我都是利用全开架的彩妆来完成的 那一整单我用的所有的彩妆买下来 3000块有找 接下来的话眉毛 一样用的是旧东西 可是还是新品 就是1028这个精算师 磁色细眉笔 这个眉笔真的很好用 大家去买了没 它已经上架了 我那时候分享的时候啊 它还没有上市 所以就有很多人问我说 我想买这个眉笔找不到 我就立刻去问品牌 品牌就说 因为现在实体还没有上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整个延后 总之呢 这个眉笔呢 现在是买得到了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细细一支很好戴 然后要画眉毛也很快 而且超便宜的一支 一支好像180吧 180 150 忘记 反正超级便宜的 有画眉毛 还是比较有气色 就算我有雾眉 雾眉只是让我就是更方便画我的眉型 跟我素颜的时候精神状态 看起来不会那么的差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眼妆 要用的就是大家期待 依旧声量非常好的这一个 小柯老师全新推出的 异想调色眼影盘 日安 哦 我跟你们说 我收到这盘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 感谢凯beauty以及凯蜜老师 那这一盘呢 是他们全新推出的配色 我觉得色调整体而言是偏中性感 完全打中我最近的喜好 你们知道吗 有在看我影片大家应该会知道说我很喜欢这个小中书的色调啊 跟颜色 但是呢 小中书有个缺点就是他的珠光色的变化只有一颗 你在运用上面如果你是很喜欢画眼妆或者是配色的人来说 你会觉得这个 嗯 使用上面少了一点点什么 但是呢 小柯老师这个色调感觉 风格很像 但是呢 它中间这三颗 我跟你们说 美翻 真的是美到翻掉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instagram去看 试色就可以把它存起来 那大家一定会想问说 那这个日安跟这个火星哦 到底要买哪一个呢 我在instagram上面有分享了一篇 就是这两个颜色的比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那边去看试色的比对 这两盘呢 我就跟大家说 就是如果你喜欢什么样的色调 会选择哪一盘会比较好 但如果你是小柯老师的粉丝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 哦这眼影盘都是实用色 你都可以用得到的话 两盘收 当然是没有问题 好先说这个火星盘好了 火星盘之前也是我的爱用 因为主要它就是一盘 零废色的眼影盘 从这边你可以看到说 都是一些大地色调 下面的话就是一些暖的 棕红色调 红色调的眼影 所以呢 整盘来说都是你用得到的颜色 但是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整盘的风格相对的 都是比较强烈的 你画出来的妆 当然要浓要淡都可以 全凭你的用法 用量 以及叠加的方式 那这盘的整体风格啦 当然还是比较偏重了些 所以如果你喜欢 比较强烈一点点的感觉 以及喜欢红色调眼影的话 火星盘真的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但如果你平常就是走一个全大地色 然后你只是一般上课上班 你没有什么想要太多眼影变化 你只是想要就是 哦我今天就是 一样 我每天都画一样 我也没关系的人的话 我觉得日安对你来说 会是更不错的选择 因为你仔细看哦 一样有大地色 一样有一点点暖色调 但它不会到太暖太强烈 它一样可以浓可以淡 但是整体的风格来说 就不会有这种红色调的强烈感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呢 就给大家斟酌选择说 你平常习惯的风格 以及喜欢的画法去挑选 适合的眼影盘 这盘也没有废色啊 小可老师都有搭配好的画法或者是配色 大家都可以到他们的官网去做参考 今天呢就是要用这盘全新的日暗眼影盘来画 那我今天的搭配颜色呢 会使用他们这边四个 这边四个颜色 因为它的那个官网上面教大家的配色啊 就是利用四个颜色分别打造出这样子 四款不同的眼妆 那一样有教大家画法 可是我是利用我自己习惯的画法 大家也可以参考小可老师所教大家的 首先我先沾这一个蜜桃色 然后呢我会把它上在就是 眼窝后面的部分 从后面这样子往前刷 它很显色有没有 这个是雾面的质地但是呢 却很好上色很好晕染 有没有看到 这颜色超级温柔的 这个蜜桃色 这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它比较偏那个鲑鱼粉 这个比较偏蜜桃 这两颜色都好好看 然后记得下手的时候一律都是从尾巴这边 根部哦往前 然后往上 我今天用的刷子是一个台湾的品牌叫做一只猫的刷子 我等一下换完妆再来跟大家好好分享这个刷子好 好 这样子上完 你看马上就有个颜色了 那我就会再沾一点之后呢 把它上在眼下的地方 淡淡的不要太多 让它就是三分之二 跟眼下的地方 到三分之二的地方 都是三分之二 接下来呢 已经微微的有一个渐层感了嘛 我会沾这个中间的伯爵茶色 我们就先来上在根部的地方 那它颜色很显色 所以大家不要一次沾到太多 那有时候其实这样子淡淡的扫过就可以了 镜头应该有颜色吧 因为我镜子前面颜色蛮明显的 差不多到眼折的位置 然后我会用刚刚那一支 稍微把它们的融合一下 这样的感觉有没有看到 它多了一个深邃度 让眼神更集中的感觉 记得画在眼下这边也有到三分之一 这边到这边一半的位置 然后这边三角的话也要把它填起来颜色 非常的简单 其实两个颜色就可以画好了 但是呢我现在用到四个颜色 接下来我沾这个黄色的欧姆蕾色 它是一个星沙质地 它是有一点烛光 但是并没有到非常强烈的那种像撕断那样的感觉 它粉其实也是非常的细 我们叠在眼头的地方 这样子 把这颜色叠上去 让它跟后面刚刚的颜色融合一下 我希望在颜色上面啊 可以多做一点点的不一样的漸层的感觉 最后重头戏呢 就是要使用这一颗琉璃颜色 我跟你讲你们为了这三颗收这一盘都可以我跟你说 我们上在先上在眼下这边 它整个就是让眼下这里都亮了起来 然后眼头这里带到一点点 之后我要上的位置我要上在这里 堆叠上去覆盖刚刚那三个颜色所有的交汇处 刚好中间这里 这个颜色你可以用手用上去 但是我觉得用手的那个强烈感会太明显 我只想要隐隐约约这样子的透光感而已 好的 四个颜色的眼妆就这样子完成了 其实非常的简单 画法也没有什么太难度的技巧 那我觉得今天的整体的深邃感我觉得做的不错 我没有想要画眼线的意思 但呢我要先跟大家试色一下这三个颜色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这三个颜色 第一个是那个琉璃色 好美喔 中间撕断的颜色 天哪真的是 再来最后是那个钻石的颜色 有没有漂亮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 oh my god 这个光的 跟你们说这个钻石啊就是之前火星的 下面这一颗同样的质地 那刚刚在使用刷具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我用的这个是一个台湾平台 叫做一只猫嘛 分别是三种不同大小的眼影刷 以及一个腮红刷跟它的唇刷 这些都是我比较常会使用到的 那眼影刷的部分呢 我觉得我还要买在一个比较小一点点的size 我就看之后缺什么再补什么 那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刷子真的好用 唯一我觉得小缺点就是可惜 就是它没有在它的笔杆上面印上任何的刷具尺寸的号码等等的 只有logo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说 oh 比如说这一支是零几号或者是几号刷 如果你真的没什么预算 但是你又想要买一个质量好的刷子 台湾品牌一只猫的刷子可以让你买 我还要买一只那个眉梳啦 好 我现在找到价钱了 眉梳的话是47块 然后唇刷也是47块 然后三只眼影刷都是47块 oh 这一支是75块 我看错了 不是105块 是75块 所以你看喔 每一只都不超过100块 甚至50块就买得到的价钱 然后质量还这么好 是不是很可以 然后它原价其实是250块 我就觉得原价也是蛮OK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虾皮上面搜寻一下一只猫 我觉得它们家的刷具真的都 非常的优秀非常的OK 之后要再去下单了 总之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上虾皮去看一下 那腮红修容都是旧品 所以我没有要特别分享 但是我想要使用这个刷子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刚已经稍微上了一点点修容 然后来上个鼻影 我就是用这一只刷子上的 我刚刚忘了拍给大家看了 就是这个刷子尺寸非常的刚好 不会把我买的尺寸都打在资讯栏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因为我要上虾皮去看一下我的购买记录 我才会知道 上完了嘛 我来上一下这个腮红 就用它们的腮红刷 它们上它的尺寸比较这种尖尖的 有一点点微尖 是一种舌头状的这种感觉 尺寸我也觉得很刚好 然后呢 抓粉力 匀粉力都很好 我刚刚也是清沾一点而已 是不是 这个 它的毛也很软 我这样扎都不会怎样 台湾品牌的刷子也真的很优秀 如果大家要买的话 快去加皮买 再来眼妆还没有完成 我们要来最后的刷睫毛膏 因为今天没有要画眼线嘛 所以睫毛膏相对的一定要刷的精致 我要用的是这个 HIMI的新品 纤长卷翘睫毛膏 这是他们寄给我的 看到 质感就觉得很优秀很喜欢 它一共有两个颜色 蓝色的这个是黑色的 咖啡色就是咖啡色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 笔杆是做这样子 也是比较科技感的包装 然后上面就是印它们的logo以及字样 那它的刷毛呢 非常极细的刷头 所以很符合我们亚洲人的眼型需求 但是我要说 我觉得这个刷毛整体来说太硬了 它比较短 然后呢我觉得在使用上面 它的感觉也比较硬 可是它刷出来的风格呢 细致精致的 因为它可以刷出很纤长很根根分明的效果 其他支也可以刷出纤长根根根分明 可是这一支的根根分明是很干净 我觉得呢这是这支睫毛膏厉害的地方 可是有个缺点就是因为它刷毛太硬了 你要花比较多一点点时间在上睫毛 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膏体虽然湿度刚好 可是你会有种就是 诶 比较没有办法一刷就维持那个卷翘力的这种感觉 这是它们可能还要在进步调整加强的地方 最后就是要来上唇彩了 这次我手边有的一个新的东西是这一个 FOR YOU2的唇翠 那这一个呢它是分别有三种质地 我先分享一下这FOR YOU2好了 它是一个来自泰国的品牌 那大家比较有名的应该知道的就是 它们的爱心腮红 那它其实也有推出其他的彩妆 这个爱心的唇翠呢我也觉得非常的可爱 那这个总共有三十个颜色 然后是三种质地分别是揉眠水光以及丝绒 揉眠的话呢它就是走一个比较霧感的 你有没有看到 它是比较这种霧霧的这种效果 很温柔的感觉 水光的话就是那种 一听就知道就是那种亮亮的 有没有看到亮亮的 再来呢还有一个是它们的丝绒质地 丝绒质地也是偏霧 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更霧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质地上面的差异 分别有这三种 那今天呢我想要用我刚刚试的这一个 第一个颜色它是柔棉的颜色C25来上 那因为这种唇刷它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我都会搭配这种小小的唇刷来做使用 我觉得这个唇彩呢它包装可爱 然后呢质地又好上 那有三个嘛所以大家就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质地来使用 那颜色选择也非常的多 那这个呢持久力我是觉得还不错的 霧面的比较好 比起亮面的来说我觉得霧面的会比较好 而且它们都有一点微染唇的效果 好的今天以上呢就是利用我手边有的一些不错的彩妆新品 以及新工具来跟大家完成今天的妆容 那对于这些产品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也都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话也都可以留言 我都会看 而且我也很开心大家留言告诉我 然后会有一种聊天的感觉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样子 因为我能透过跟大家交流的方式就是用留言嘛 如果想要看到我更多的及时美妆分享啊 或者是试色生活动态直播等等的话 欢迎去追踪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这影片按个赞哦 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点上面这个圈圈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